朱棣千条万选来的朝鲜妃子们 最后命运为何那么凄惨 明朝有个皇帝 特别喜欢附属国朝鲜的女子 她一生多次派幸福太监 到朝鲜挑选美女 直到晚年驾崩前 还念念不忘 让朝鲜惊见处女 就是明成祖朱棣 很多人都知道 朱棣的母亲朔妃是朝鲜人 她算半个朝鲜人 这当然是她对朝鲜女子 情有独中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 朝鲜女子自有值得朱棣喜欢的原因 今天很多人去过朝鲜的人 都对朝鲜女子的容貌气质 印象良好 总体评价是自然淳朴 皮肤白 容貌端庄 这份评价似于整容之国 韩国大相径庭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在朝鲜自古就有句俗语 南南北女 意思是朝鲜半岛北部出美女 南部出俊南 说来也有趣 亚洲不只是朝鲜半岛 中南半岛也是这样 比如泰国的美女巨男 基本出自北方 南方则是黑黑瘦瘦的多 永乐帝朱棣即位后不久 就派了一个新妇 亲差内官黄燕 到朝鲜国都汉阳 进首尔 宣布旨意 要求和朝鲜做亲 做亲的意思是 是希望朝鲜家的王族之女嫁过来 两国结成亲家 不过朝鲜却迟迟没有回应 为什么 因为朝鲜 李朝的前世王室高丽 吃过和亲的亏 元朝高丽就被迫向元朝 进献美女 有记载的就大约有 一万五千人之多 其中很多美女混得很好 有一个甚至还当上 元顺帝的第二皇后 始成齐王后 但和亲的高丽 随后带来两大问题 第一 政治披护问题 半岛王朝 势必会被和亲国牵着鼻子走 第二 得失的朝鲜女子 往往会在本国形成特殊的势力 这两点都是朝鲜国王担心的 当然 开始摩扬公迟迟不回应 永乐大帝 朱棣什么脾气 夺皇位 朱大臣 伐蒙古 下西洋 他铁心要办的事 没有办不成的 永乐六年 大太监黄衍再次奔赴朝鲜 向当时的国王李方远 宣布了朱棣的口谕 人据朝鲜国和国王说 有生的好的女子 挑选几名将来 李朝时录 记载道 国王叩头说 赶不尽心成命 这一次 朝鲜国王为何答应的爽快 因为朱棣放宽了条件 不强这要求 总是女子做亲 而是挑选供女 生的好就行 这是宗主国的要求 朝鲜的对外政策 向来是失大 生怕 以一朝之愤 以百年之换 只有捏着鼻子答应 于是 一场轰轰烈烈的 举国选美运动开始了 首先 禁止国都内外女子出嫁 接着 成立专门的选女机构 在全国挑选 13岁到18岁的处女 终于选出了 五个满意的女子 都是朝廷大臣的 大家闺秀 黄钦 为遮掩朝鲜耳目 以晋献 纯白后旨为名 把她们送到 北京朱棣的后宫 这五位朝鲜淑女 入宫后 权势被策立为贤妃 仁氏为顺妃 李氏为朝仪 吕氏为解书 崔氏为美人 不料第二年 朱棣又派黄大太监 出示朝鲜 国王率百官交外 跪拜完毕后 黄大太监干涸一声 当众宣布朱棣的口语 去年你这里将去的女子 胖的胖 麻的麻 矮的矮 都不甚好 对朝鲜君臣而言 简直又是一盆冷水脚下 黄岩再次宣布胜誉 重新选 哪怕只选出一二个好的 贵金不贵多 朱棣身邪选美之道 好吧 第二届选秀大会开始 果然朝鲜千条万选 选了两个少女 一个十八岁的正式 一个十三岁 不怎么出名的过后 回国后 朱棣见了面 却还是不满意 派人告诉朝鲜国王 正是非美色 咦 更求以待 这意思是我不是美女 你们别搪塞我 我等着你们送更好的 那么为什么盛产美女的朝鲜 却是胖的胖 麻的麻 矮的矮 居然选不出 让宗主国皇帝满意的美女 因为朝鲜人在暗中抗拒 第一 在尊崇儒家思想 自称小中华的朝鲜人看来 见现本国处女绝对不是什么体面的事 第二 哪个做父母的 愿意自己骨心 远赴国外 从此见不到面 这是人之常情 朝鲜史料记载 每次选女出京 父母亲人都站在城门外 痛哭流涕 生离死别一般凄惨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于是朝鲜人 要么赶紧嫁掉女儿 要么偷偷藏起女儿 甚至用极端的 用毁容方法 让女儿变丑 以至于每次选美女 朝鲜官方就宣布 凡是隐匿 针灸 故意断发 贴药的 一经查处 严惩不淡 但就算这样 还选美女 还是处处受阻 而且在朝鲜历史上 落下了无数怨言和骂名 今天的韩国学者 很少人愿意提起这个国耻 声称 这是朝鲜史上最黑暗的岁月 拥了九年 朱棣第三次 拍黄眼去朝廷超选 有自容处女 朝鲜再也不敢 怠慢了 朝鲜各道 舍巡检司 负责挑处女 并派内官监督 因为担心百姓 漏报隐匿 特派包括两班 朝廷贵族 相关 生徒 直到百姓 谁家也不准隐藏 选有资色的报上来 供天使亲自挑选 经过天使黄眼的 严格审批后 以韩式皇室为首的 一批美女入选 这一回成功了 朱棣对选来的韩式 非常重义 很是宠爱 不过百密一书 这次的其他朝鲜贡女 还是出了问题 有一个黄氏女 在家与姐夫偷情 居然快运了 更居然的是 她在赴北京途中 因颠簸导致流产了 朱棣知道后龙颜大怒 要问罪朝鲜国王 还亏为韩式劝说 黄女在家私通别人 我往哪里知道 朱棣听劝 只好打骂黄女 兴显红温色 雷夫债之女 意思是 她哭丧着脸 像千奇人一样 又命令韩式 沾了黄女几个耳光 才笑了消气 到了晚年 念念不忘的朱棣 最后一次吩咐朝鲜 现处女 但使者还没出发 她却在北伐蒙古 回来的路上驾崩了 有小伙伴要问 这些千挑万选来的 朝鲜女子命运如何啊 最好的一个是权妃 就是第一批选来的 贡女之一 实在 她温柔贤 会擅长吹消 很得朱棣宠爱 她也是民事中 唯一有传的朝鲜女子 遗憾的是 权妃在22岁 就暴病猝死 性格暴力的朱棣 发现她 可能是另一个 后妃毒死的 勃然大怒 对涉及到的后宫 无数妃子 宫女 太监 痛下杀手 朝鲜的宫女 几乎全被株连 自杀的自杀 被杀的被杀 侥幸剩下的韩氏 却在朱棣家崩后 被勒令殉葬 一入宫门 深四海 从此异国 断封混淆